这般隆重又有何意义呢 现在人走了 自然会想到她的好 如今后卫须旋 有人的心思 怕是愈发藏不住了 纯贵妃这几日 领着嫔妃命赴祭拜 格外的讨好 笼络 家妃她们 对这纯贵妃 也是百般的巴结 怕是纯贵妃 对后卫已经动了心思了 如今宫中 就我和她是贵妃 她儿女双全 又有孝贤皇后临终前的举荐 她动心不为过啊 纯贵妃所仰赖的 不过就是两个亲生的皇子 和一个养子 可姐姐你别忘了 你是出身后祖 又有皇上的情分在 如果真有季后 也应该是姐姐你啊 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 而不是位分 既有情分 又有位分 那才是两全其美 当初皇上选帝附近的时候 那把如意已经交到姐姐手里了 要不是先帝阻拦 姐姐现在就已经是皇后了 当初 当初姑母要我成为皇后 可是成为皇后不是靠真做能做的 一切都是皇上的心意 皇上现在心思爱痛 无暇顾及 咱们就不要再给皇上添乱了吧 请大阿哥安 奴才去禀告主 朱儿 大阿哥来向您请安了 快让他进来 喳 索西 你去拿点大阿哥爱吃的糕点 是 儿子请母亲安 请于娘娘安 快起来 快起来 不必拘礼 谢母亲 坐 每回来到易坤宫 大阿哥还是会称贤贵妃为母亲呢 儿子虽然养在纯娘娘里下 在外不得不称呼一句贤娘娘 但在内 儿子的心还是同往日一样 母亲疼你的心也如往日一样 这些日子你带着诸位皇子 遵行丧仪 该是累着了 儿子是长子 哪里都少不得儿子 儿子更要客气孝道 处处不能疏漏 难得你有这份心 你是大阿哥 负担的东西自然就多些 但是你要记住 还是要谨言慎行啊 儿子记下了 今日是你额娘 哲敏皇贵妃的身迹 母亲已经派了人去安华殿 送了祭品 多谢母亲挂念之心 淳娘娘 便不记得额娘的生迹 中宫崩式 诸事繁杂 淳贵妃疏忽也是有的 先吃些点心吧 云娘娘 外的还有许多事情要照顾 我不敢久留 快去吧 丧衣裳离不开你 你自己仔细着点 儿子身为长子 定当十分尽心 儿子告退 自古以来 厉太子都是厉嫡厉长 再是厉贤厉贵 大哥是众皇子当中唯一成年的 最近又替皇上生了长孙 让皇上做了马妇 占尽厉处 有厉的地方必有必处 但愿永皇能明白吧 听说方才 永皇又去看望贤贵妃了 你不在中翠宫 永皇到我那儿坐了会儿就走了 到底贤贵妃抚养过永皇 也难怪永皇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 之冷之热地躺着 闹了半天 还是不如你 陈贵妃你多心了 我养了永皇 这么些时候她就惦记着 何况你那么淡淡 永皇是个孝顺的孩子 自然会记得你的养育之恩 在永皇心中 你的养育之恩也不见 说来 贤贵妃没有自己的孩子 永皇对你多孝顺些 也是应当的 如果真的想念你 也就知道 你往下 请不吝点 你首席 是我 女子 侗子 女子 相远 带你 自己的 年轻人 膝盖疼死了 咱们快去快回 免得捞下话吧 说咱们对孝贤皇后不尽 姐姐慢点 孝贤皇后去了之后 皇上更坏了个人似的 变得喜怒无常 前几日他指责前朝的大臣 在僧仪上不够公斤 即刻拖出去庭杖 生前已不见得有多爱惜 如今看起来倒像是 恩爱夫妻一般 相信皇后如果地下有之 不知道会不会嫌自己 气势太晚 不能早些得到这样的恩情 海岚你说话越发地任性啊 淳贵妃平时胆子小 还不是敢对姐姐大不敬 如今淳贵妃的心思愈发明白 也愈发藏不住了 难道姐姐就要对她听之认知啊 先别说这个了吧 人呐 终究是要靠自己的 皇后娘崩世 这后卫 躲不过是落在淳娘娘和母亲身上 淳娘娘要是当了皇后 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 我还能有指望 大个干四天 母亲她没有儿子 我多多提着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 会比不上永齐那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 只要她多向皇后提着 我是长子的事 活争太子之位 也多些胜算 说来 到底是邪娘娘更特名些 疼不疼得谁知道呢 什么亲情效益都是假的 只有当上太子 大权在握才是最真的 永皇可是我疼过的孩子 他怎么会 我倒觉得这样的大阿哥 反而更像是一位皇子 或许永齐有一天 也会变成这样 但在这宫中 所有母子子孝 兄有帝宫 从来不过就是个笑话 不过是 写在死后功德里面的 义美之词罢了 海岚 你说这话太让人回心了 是挺灰心的 可是我说错了吗 早些 圣祖皇帝时候 九子夺嫡是什么样的情形 先帝又是怎么对待他的手足 这些人都逃不过 如今永皇是如此 可恢复 纯贵妃不也是如此吗 姐姐 我知道你对后卫没有心思 但是纯贵妃一副 势在必得的样子 难道你真的不想点办法 先看看纯贵妃 她还会做什么 再说吧 此事耽误不得啊 姐姐 仁贵妃 冯贵妃 我要理解 紫贵妃 这事儿 还要理解 都应该怎样 不得啊 我不得啊 婚伍贵妃 你们能理解 我 就得了 你 那我 怎么办 您 对了 姐姐 怎能不见三二哥呀 永章说 几位年幼的皇子 过于劳累都起了口疮 并亲自到太医院 拿些金银花来 给大家熬水喝 想来也是该回来了 果然还是三二哥 身名笑地之一 瞧这一个个的 都巴结得不遮不掩的 那你喜欢便多喝几碗 姐姐今日真是辛苦了 哪儿啊 大家都辛苦了 去把勇气带过来 是 主儿 该到吃坐胎药的时候了 你还在吃坐胎药啊 这过去啊 坐胎药是按照市井次数上的 如今 大概是求子兴起 喝得更轻了 是要三分毒 能不喝就不喝吧 从前慧贤皇贵妃 也是求子兴起 喝了不少做胎药 也没什么用处的 我也知道 这药是未必有效 但皇上待我好 我是都知道的 妹妹先走一步 姐姐 方才 我听到勇气有两声咳嗽 我带她去太医院看看 那就快去快回 路上别着了风了 嗯 贤额娘 儿子告退 走吧 今儿多亏有姐姐主持大局 一切才能这么妥妥当当的 哪儿啊 各位妹妹 照应得好 这些日子 可让你受委屈了 这些日子 习习习习 你再打成是 我去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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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女士 把勇气交给臣妾抚养 宫中尽人皆知 他们到底还是瞧不起你 不曾生养 如意 是朕对你不够好 护你不够多 皇上 臣妾虽未生养 但皇上的儿女就是臣妾的儿女 若是旁人以此小觑 臣妾无子而加以鄙薄 秦眼见之宅 不许理会 你有这般的胸襟啊 比起那些 只为自己儿子 计较打算的人 让朕欣慰多了